上次说仙剑应该跟双生战神比 很多小伙伴说仙剑可能都干不过双生 那我为了知道仙剑到底干不干得过双生呢 这两天我也是试了几张腾空图 像飞越神舟雇员归坠这种图 仙剑想干掉双生还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像龙门新春就不一样了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 在龙门新春玩仙剑的话 还是要比双生战神快的 原因就是仙剑的特性能够在龙门新春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为龙门新春太多卡气点了 之所以刚才强调一般玩家 是因为一般玩家不用极限跑法 会需要用到更多的卡气 而这些卡气点仙剑都能够完全的覆盖 也就是说仙剑在这张图 就算你是一般的玩家 都是完完全全不需要用到卡气这个技术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 就是用的一般平民跑法 这种跑法的话双生战神需要卡很多次的气 所以这个仙剑也是领先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用到极限跑法的话 这个双生估计在龙门新春也不会比这个仙剑差 那这把剑呢说实话刚开始入手的时候呢 新鲜感满满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开了两天之后这个性能 我直接想给他差平了都啊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跟裁决者差不多 但是后来我没想到他居然跟双生战神差不多 好吧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最后呢平民跑法的话 先见在龙门新春还是快一点的哈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喜欢的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哦 感谢观看